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很白了 这个是所谓的蛋白蛇 因为正常的颜色上来说的话 可能比较红润的 这个说是正常的蛋红蛇 上面有点薄白胎 以这个颜色比较 因为毕竟投影出来颜色 有的时候有些蛇差了 有些改变 就以这种情况来看 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蛋红的颜色比较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像这样 那肯定就比较颜色浅淡 那就是蛋白蛇 而要判断它蛋白蛇究竟是气血亏虚的虚症 还是阳虚的含症 你看这个蛋白 大家都觉得没问题了 是吧 那么现在就看 究竟是一般的气血亏虚的蛋白呢 还是说是那种阳虚含症的蛋白 认为还是气血亏虚的 是吧 有些同学还觉得它又是阳虚的 嗯 我们就比较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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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那么就比较一下 这个呢 就是说舌体的话呢 胖大 对啊 宽大 这个宽大来说的话呢 不仅是舌体在照片照的比较近 你就觉得它大一点 刚才那个照的远一点好像就小一些 是吧 不仅是这个道理 你看它的舌体舌边 是吧 舌边有牙齿压迫的痕迹 不是非常光滑圆滑的 说明它要胖大了才会被牙齿压迫 有齿痕 是吧 舌体与口腔之间没有什么界限了 没有什么间隙了 说明舌体比较大 与口腔的这个间隙就缩小了 是吧 而这一个 所以我们说它 虽然是照的远一点 但是你看它舌体与口腔之间有些间隙了 舌体的边缘非常圆滑光滑完整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气血亏须的受保而蛋白 是吧 这个是舌体胖大的蛋白色 属于阳溪水平的 所以这是完全可以鉴别出来了 看舌体的大小 这是第一种舌质颜色里边说的蛋白舌 第二个是红舌 那么红舌的改变上 从判断舌质的颜色也可以理解的 红舌的话呢 就是比正常那个蛋红舌要加深 鲜红 血液的成分更多了 冲血看起来的这个红色 红色 所以应该说只是简单的描述它呢 就是要比正常的那种鲜红的 这个红色蛋红的颜色要加重 一点我们说的这种鲜红的颜色 一般说来红色的这个判断上 也没什么不太困难的 一般在临床上很容易判断出来 舌质颜色红了 那么还是说它的临床意义上 红舌一般一说肯定应该是主热症 我们说在中医范围里边 一般说到颜色红刺都应该是热症 只有昨天说到的一条 而指纹鲜红是主风寒表症 是吧 其他的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红舌主热症 而又是一说到热症 我们又得分 时热虚热 那么时热虚热在舌相上又怎么划分 我们看见一个舌质红了 那是热症 究竟是时热症还是虚热症 什么区别 看什么 看经液 干燥 时热症 舌质红 舌体干燥 因为有伤筋 是不是 那阴虚的呢 不干燥 湿润 阴虚就是阴金亏虚 那阴金亏虚也有可能经液就少了 少了呢 又有可能干燥啊 对不对 所以只看经液的多少 显然不能鉴别了 要看的是什么 舌胎的多少 总的原则就是要看的是舌胎的颜色多少了 那一般说来 时热症 舌红是胎很多 胎厚 而且颜色黄 热血越胜 它就会颜色越深 到黄胎 灰胎 黑胎 最起码一般是舌胎要变黄了 三号的金业就干燥 所以时热症 它一定舌胎有变化 胎要增多 增厚变黄 因为我们正常是薄白胎 为什么时热症会舌胎增多变黄呢 那么舌胎 我们说它的形成 在正常情况下 是胃气熏针的胃因 上朝舌面 但是在有了邪气 有疾病的情况下 那就是邪气肾 就主要反映在舌胎的多少上面 邪气越胜 堆积舌面的舌胎也就越多了 所以它就会增多增厚 现在它又是热血 热血在于熏烤 就像我们说木头用火来一烤 烤到怎么样 先是烤黄了 是吧 你用馒头放在火上烤 先烤黄了 再烤就焦黑了 是吧 那一样的道理 舌面就可以变黄真厚 这就是舌胎会黄 一定是食热症 而阴虚症 刚才说是阴金亏虚的虚热症 阴金亏虚了 舌胎就怎么样 形成就减少了 因为我们说舌胎的形成 胃气要熏针 今夜阴金上打舌面 是吧 刚才我们说相当于地上要生青苔 要有水分才能生青苔 是吧 没有今夜了 阴虚症 这个虚热症就是指的阴金亏虚 那阴金亏虚了 形成舌胎的物质就会减少 所以它是舌红少胎 甚至于严重的是无胎了 所以我们说红舌要鉴别 它究竟是食热症还是虚热症 关键就看这个舌胎的多少 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二点 红舌可以看到的 表现方面我们看着 来看 这个舌质的颜色比正常加深的红舌了 舌质红 食热还是虚热 食热就能感觉到 它上面舌胎很多 甚至于中间都是黑了 灰黑了 是吧 这些地方是黄胎 黄胎 然后灰黑了 所以这个是食热症 很干燥的 是吧 很干燥的 那么这个舌红 是吧 这个上面就没有舌胎了 只有这儿 舌的中根部这儿 感觉到白的淺淡一点的 这儿是一点舌胎 这些地方就 中前部基本都没有舌胎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舌红少胎了 少胎了 甚至于一点舌胎都没有的无胎 所以我们说这个虚热症能够看出来 这个就是一种阴虚的虚热症 这就是红蛇的主病 怎么去判断区别它的食热 虚热 第三将 将蛇 我们将蛇的改变上 我们说在描述上只能说它是深红蛇 比正常的 而比鲜红那个红蛇还要加深一点 这个加深又还没有到非常止暗的那种程度 这个是说它是将蛇 这个它最早来源于那个温病的 创始人叶天士 他在给他的学生讲课 讲这个温热病热血很重了 热入银血就可以形成蛇胎蛇字 将 就说将这个颜色 那么以前都说红蛇 他说了一个将 他的学生就问了 这什么叫将蛇 他就说将者深红色也 就这么规定了 这就是将 比正常的深一点 再比鲜红那个时候深一些 因为毕竟下面还有一个紫色 说到紫色 所以这个就只能说到这么一种程度 以后当然我们通过一些图片可以看到 铜降直有什么程度的差别 你反复看 临床上跟着老师看 以后形成一个印象 这个程度是降 那个程度是指 就这样去区别 主病的临床意义能够想到的话 降所的主病应该说还是主 热症 它是比红色加深而来 红色都是主肉 是吧 它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热应该说比红色还应该 扎重一些 而且热肯定也是这么一种划分 食热虚热 鉴别的方法还是可以看这两条就行了 主要道理都一样 只是说这个颜色红要深一点 成了酱 那么舌苔变得很黄干燥灰黑 甚至于还有一些舌面上一些颗粒 充血高出于舌面 我们就叫盲刺 主要就是盲刺 恶血很肾的 引起的这些颗粒红点 这些红点高出于舌面 就是由于说降舌的热 比那个红舌这个热还要加重一些 加重一些 而虚热症还得说的就是这种无胎少胎 只能说它的颜色深一点 就叫降舌 就叫降舌 所以方法上这是一致的 那么既然如果说这个降舌都是主病 就给这个红舌是一样的 鉴别方法也是这样 看舌胎的多少 那你这个降舌 为什么必须要和红舌区分开呢 临床意义一样的 反正我看见你是红也好 降也好 胎黄多的我就倾泻食肉 少胎的我就知阴轻肉 那何必要区分他了 为什么要区别 热肉引起还是食热症 从虚实来说它就是食热症 有邪气引起的热症就是食热症 知道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区别他出了一个程度上 如果要重一点而外这个降 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降舌的临床意义 就说明他有些气血运行不畅了 红舌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降舌区分开了 这个时候说明他的热 热腎道 血液循环一旦太加速了 反而血液容易导致运行不畅了 因为血液来的太多 那个血管通透性只有这么 有一定量的 特别到了一些比较小一些的血管 那你太充盈 热意冻血 冻的血太多了 反而运行不畅了 知道 这样运行不畅了 颜色就会变得比较加深 所以我们说到降舌的时候 他就有一些血型不畅的问题 甚至于有瘀血 既然可能舌之降 有血型不畅的瘀血 所以你在治疗这种降舌的时候 知道 他一方面轻弱 落入你血 一方面轻弱了 一方面你就可能要活血了 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说 降舌他要与红舌区别开 鉴别开 临床意义有所不同 对于直到我们临床 怎么去诊断治疗有差别了 有差别了 所以我们说在温热病里边讲 温病学里边讲 他到了热入瘾血 可以舌之降的 到了舌之降 要治疗这个热入瘾血的时候 治疗血分症 治疗血分症的时候 他的治法原则 叶天士提出来的 到了血分症的治疗 是要凉血 散血 凉血 那就是我们能够想到 这是食热症 清热凉血 然后要用散血 散 疏散 打通他 通畅他 所以就是讲的 热入云血 舌之就出现降舌了 就出现降舌 降舌了 那你就要给他散血 还得加一些散血的药物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这个一说的 凉血散血的说法 在热入血分 凉血散血 他就说 入血 叶天士说的入血 那么知悉凉血散血 热血到了这种程度 就要用这个办法 鎖像上的表现 就是一种降舌 所以我们说 这个红酱红酱中间 还有一定的区别 区别 那么这是降舌的一些 临床意义上加以注意的 表现上来看 那么这一个红的成分的话 可能就再加深了 是吧 但是又还不是感觉很紫暗 黑暗的那种 红的相对于紫暗来看的话 它红又多一些 是吧 这种就是降舌了 降舌 这个降舌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舌胎的 是吧 几乎完全没有舌胎 看见了一个降舌 而除了完全的 那么有可能一些降的一些 车面上 这儿就基本看不到了 有时候是出现的一些 比较降直指按的一些 小的斑块斑点 那就更能说明 它淤血的这个淤点一斑 有可能它还在脊部上出现一些比较深的 这些小的斑点斑块的问题 那么大概这是降舌的主并里边 注意的 第四的一个紫舌 那么紫舌的话呢 也说的单独的紫说紫 我们教材是混在一块说的这个亲子 因为紫和亲有的时候很难截然化分开 那么可以说是舌子的亲子 降和红 有的时候我们说也很难截然化分开 在临床上 那你就说它是蛇红酱 是可以这样形容的 是吧 但是毕竟你说蛇红酱 说明它有不是单独的先红蛇了 肯定有些酱加深了 你得注意一下活血散血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说可以单独分开 紫舌也有可能完全只是 是和红的这种成分中间比较红的发紫的 紫岸 没有那种很紫黑 清黑的问题 这个呢就单独的指说它的 纸 还有一种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纸它有可能 和这个青 因为青的话呢 是比较深的颜色 比较黑了 我们有的时候临床上看见 它那个颜色上是比较淡白的 但是又感觉它比较紫暗这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用青纸去描述它 觉得它颜色不是很深的 你说它看起来是比较淡白 但是又有那种血液运行不畅的 紫暗的颜色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纸 我们用的是淡纸这种说法 是啊 就说这个 因为你说酱纸红纸 它就有红的成分中间加深 红的发紫 是吧 那么颜色又很深暗 紫暗了 黑暗了呢 又说青纸 有的时候你会看觉 看到一些病人 是从蛋白紫 在发展那个血液循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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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形成的一种纸 要说它叫淡纸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纸的话呢 你说完全和青纸截然的 就完全化一个等号了 临床上有时候 那就不能完全的去描述有些不同的舌相 这是纸的一种表现形式 主病方面来说 说到纸可以很直接的想到 它的临床意义可以有什么作用了 纸了 颜色都纸了 肯定血液运行不畅了 所以它最直接的就是血液运行不畅 我们教材主要就说的 有血液运行不畅了 但是怎么引起血液运行不畅 还有一个性质上的问题呢 那就是只说 既有可能是含血凝滞 倒置血型不畅 也有可能是热血 加速血循环太甚了 反而淤字不畅 所以我们也说它既可阻含又可阻弱 这两者没有矛盾 是吧 我们教材上写气 血不畅 是说它的纸的本身一定有气血不畅 是吧 我们说它阻含症弱症 就是说引起气血不畅的原因 性质上既可以是含症又可以是弱症 这个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上了临床 你看见一个紫色了 紫的颜色了 你知道它有血型不畅 要用活血化瘀的 但是你辨症还要进一步变清 它这个血型不畅 是含还是热引起的 这因为这个治疗用药完全不同了 含症的活血化瘀 你要加的是温热药 热症的瘀血了 你要加轻热的药 所以我们说最重要要注意鉴别 那么又怎么鉴别紫色的主含还是主肉 怎么鉴别 从舌相 我们还是只从舌相来看 先只说舌相 能不能鉴别出来 这个时候的子案 究竟是寒症引起的 还是弱症引起的 舌体大小 红色的就大 紫色的这个寒症的就小 不好说 颜色有点区别 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词 酱子 淡子 青子 显然酱子可能 什么 弱症的可能性大 酱子 红的成分多 弱 淡子 青子 含的可能性大 知道 淡蛇 青蛇 一般处含 这个是一个颜色 可以鉴别一下 但是这个颜色 有时候 看起来的时候 不是这么准确了 毕竟都接近纸了 那就再看一个什么呢 对了 金叶的多少 这儿就很有用了 因为寒血是不伤金叶的 热血是要损伤金叶的 所以看金叶的多少 就鉴别它的寒热 是很重要的 所以颜色上 主要是以酱子的 红的成分增多 如果这个酱子的 红的成分 还不是很准确 能够判断 那就是金叶减少的 一般该是热症的止热了 而寒症的是比较湿润的 寒血不伤金叶 所以是比较湿润的 具体准确说 那个颜色 多半是淡子青子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止蛇主要是 要鉴别的是 属热还是属寒 比较重要一些 这是第四的一个止蛇 那止蛇的颜色的改变 所以特别是像这些 寒热的阻病 是吧 属寒还是阻热 治法上是正好相反的地方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所以临床上是最要注意 鉴别清楚 鉴别不清 那个用药完全正好相反 看看的 那么这种止蛇里边 差别的 是吧 所以刚才我们说 红 降 紫 是不是确实 还是有区别 你会感觉 这个 这到后面 就紫黑了 是吧 这个就要说 紫了 前面这部分 还可以说 有什么 降 红肯定不是 先红了 已经比较暗了 是吧 所以在这种 有过度界限的时候 那你就形容它是降脂 如果全部都比较止暗了 那你就完全是止蛇 是吧 这个显然是热正一类的 是吧 热正一类的 因为它这个是基本上 完全没有舌胎了 是吧 你就感觉 感觉上不是很干燥了 看到直接舌体这块肌肉了 但是热 它还是一种热 是吧 它是一种热 那么像这种 舌胎上面 你感觉 感觉是白胎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说它是降脂红 因为它这一透过来 红的成分就很少了 只在舌边上 感觉这个舌体比较暗 是吧 这个比较暗 所以这一类的 我们要说就是 淡脂 清脂的问题 是吧 你就不能用那个酱脂 红脂来形容它了 而且一般舌胎 白胎的比较厚腻的 一般就应该说是 主含尸这些病症 是吧 所以它就是含血凝滞了 血腥不畅 比较止暗一些的 是吧 像这种舌相 你感觉这个舌边这看 是不是比较脂 是不是比较脂 对吧 舌体就比较脂 这你就不能说它红酱 酱脂 这就不好说 你看整个舌面 这些是比较 是吧 太白的 淡白的 所以这种就要说 淡脂 清脂的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说脂 大概有这么一个 主含主肉 可以要把它区别的 区别的 这是第四的一个颜色 那么最后我们说 舌质的颜色是五种 还得有一种 清舌 毕竟是淡红酱脂 清 清我们说可以和脂 混在一块 那叫清脂 但是有的时候 病人能看见一种舌相的话 红色的成分很少 这个舌面上就感觉 那么这种情况下 红的成分很少 颜色又很深暗 那就只说它的清舌了 主要 还得要有一个这个清舌 淡红酱脂 清 前面都有白舌 在后面还得要有清舌 舌体这个舌 所以这是第五的一个清舌 有可能还没有那些红色的成分 还不能说是清脂 完全是这个清的 我们形容的 有些书形象的描述 就像那个水牛 那个舌头 水牛舌 如果在农村里面有 这个知道的人可以看看 那个它就没不怎么红的 完全这个舌体的颜色上有 那么一般的意义上 可以想到的 一清舌的临床意义 阻病应该是阻的 寒症的 知道 而且寒血凝滞了 血腥不畅 变得比较 清脂 知道 这个清黑了 变得比较清脂 清黑的 所以就像面色清也主要主要是寒症 淤血这些 一样的 是吧 一样的道理 这是清舌的一般的临床意义 阻病可以想到的一些 它的基本的 当然具体的来看 引起它这种寒症 引起它这些血腥不畅的一些 病激 可能具体比较常见的一些病症 一般有提到的 因为寒 我们说到寒 总有一个 食寒 还是虚寒 内伤的 还是外感的 所以一般而言 寒肾的食寒症 也就是说 主要感受有邪气的 才会肾 所以这一类的食寒症 或者是外感寒血 引起的人 还是说 你看它这个蛇之轻的话 就一定蛇胎要增多 刚才我们就说了 主要 只要感受邪气的人 它一般蛇胎会增多 现在受的是寒血 蛇胎就只能说是白胎 比较增多增厚 湿润 对吧 刚才说到热血 它就黄胎干燥这些问题 所以有邪气的 你们一定主要要注意 观察蛇胎的情况 对吧 而杨虚的虚寒症 这个还是寒 但是杨虚了 所以就主要是在蛇体上面 看它的血液 是吧 精液这些代谢失常引起的 因为杨虚是指的 体内脏腹杨气气弱 所以你看它要观察的点 要鉴别的点 也说蛇体比较轻脂了颜色 但是就是要看蛇体 胖大有齿痕 因为杨虚了 毕竟是不能温化水液 是吧 它就是导致体内的这些 气血精液的运行发生障碍 它就主要表现在蛇体 蛇质上面的一些改变 有邪气的外感的 就容易表现在蛇胎上面的一些改变 这样去鉴别它 这是第二的一点 第三 那么进一步 寒血凝制如果出现了 瘀血了 那么瘀血了 就会出现那些 局部的一些血落运行不畅 就有一些子斑的 小的呢 就叫点 大一点的叫斑 我们在 临床上 医学上 中医的用的名词来形容它 就直接用的是叫 一点 一斑 就用这个名词来 见到舌相 有一点 一斑 那肯定多半就是有瘀血 这样的话能在一些血腥不畅的时候 平时有时候大家生活中间相互观察自己的舌相 有些都会看到一点点 是吧 有些指案甚至有点一斑的这种现象 那有可能的 那么像这样一个舌相 我们看的这个图片 这个舌相 它这个你看它就是 红的成分很少 对不对 就没有什么红的 你不是淡红舌 也不是这个酱红 纸红这些问题了 但是你说它红的成分少 你就用蛋白舌去形容它呢 它又不白 颜色又很深 这个时候就只能说它叫青舌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青可以单独的去描述它的 不一定非的是青子 对吧 没有什么红色的成分 这是青 这样大概在舌质的颜色上 望舌形的第一个方面说的 望舌质的第一个 说的这个望舌色 颜色就看这么五种的 淡红降紫青 第二个一个关于舌形 舌形的改变 舌质的颜色上说的舌形 舌形的条目上有这么一些 老论 叛寿 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小 点刺 裂纹 齿痕 啊 等等这些改变 啊 那么老论来说的话呢 一般比较 这个呢 稍微简单一点 而且呢 它的判断意义 临床上来说呢 不是非常的 具体 它是比较笼统的说的 整个舌面感觉 形成舌质舌胎的这些颗粒 是吧 所以我们说它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这个老论 来诊断是虚症还是实症 啊 嫩 嫩舌的话呢 就相反 就说形成舌质的这些颗粒看起来比较细腻 也就感觉焦嫩一点 实际上 实际上也是相应说来那种水分 精液也会多一点 你才会感觉它嫩 是吧 就像我们说 路边的那些小草 或者树上那些树叶 是不是早上起来 你看见那个树叶小草 就嫩一点 又露水滋润 中午你再去一看 就觉得它老了 哎 它就老了 就是说它 没有那个水分去滋润它的 就感觉就老一点 是不是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大致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老论的 主病上我们说 嫩舌它也只是笼统的 总的来说应该多半是虚症 其中虚主要是有几种 阴虚阳虚 气血亏虚 一般最主要就说这些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这儿说 嫩舌的主病上 他只说到了这个 是吧 那么阳气虚弱的 气虚它还是属于阳的部分 是吧 阳气虚弱这一类的 那可以就看它舌体就要比较胖大 是吧 阴晶亏虚 阴血亏虚的这一类 那么它是阴虚了 则火旺 有了热 舌质颜色就加 深了就是红舌了 是吧 所以像这些 我们反复多看几次 你就应该都能记住了 自己都能 总结归纳出来了 因为刚才我们在这儿都已经说过了 红舌的时候说 它的虚弱症就是什么 要鉴别它实弱虚弱 红舌说那个虚 就是什么 阴虚的虚弱 是不是虚弱症说的就是蛇虹扫胎 虚弱症就是阴虚火旺 在讲白胎的时候 蛇字白的时候说 它那个寒症 说的就是什么 胖大此痕 阳虚则寒 所以在这儿我们现在说 嫩只说它的虚症 虚就是阳气虚或者阴血阴金亏虚 它运用的还是这两条 阳虚就胖大有齿痕 只能说水分一多了 看起来嫩了 是吧 阴虚了就得说它阴虚 舌红扫胎 扫胎了 直接看到舌体红红这块肌肉了 看起来也就比较焦嫩了 也就说它嫩了 是吧 所以这些蛇像其实都是这一个 只能说前面是一只讲色质 我也在描述它 现在讲这个蛇字的蛇形 蛇形里边说了一个老嫩 又给一个名词 但是它的病就是这一个 临床上你可能就看见这个病人 就全部都描述了 并不是说它就 这儿的这个嫩蛇的阳虚 和那边那个蛋白蛇的阳虚 胖大有什么区别 是吧 千万不是这样去鉴别它了 不是这个 这就大概老嫩的一个意义 看一看一个比较大字的 这个蛇老还是嫩 尖念苍老粗糙颗粒大了 甚至于还有裂纹 干燥粗糙了 大小不管 只看老嫩 因为老嫩只看老嫩只看这个问题 是吧 你感觉它是不是 照前面 这就水分比较多了吗 照相的时候 反光灯一闪 那个反光很明显 说明它水分多 水分多看起来就嫩一些了 细腻致密的 是吧 它就比较 你看不到那些粗大的粗糙的那些颗粒了 这就是嫩 是吧 所以老嫩它只是看这么一个大字的情况 一般说来 诊断上它不是单独的看一个老蛇就诊断它什么病 是吧 就这么一个 所以这是第二个关于蛇形里边 第一条老嫩看一个大字的这么一种情况 第二胖瘦 胖瘦也就是说是看着舌体的大小了 因为我们正常说的舌体是不大不小 如果超过了正常那个宽大程度 那就是真大的一类 或者比正常那个宽度的话能有所减小的 说是瘦保所 现在主要注意的就是真大这部分注意了 那么真大这部分说的时候 一个书上说了一个是胖大蛇 是吧 倒数第五行 是吧 骑士事业倒数第五行 说了一个胖大蛇 然后倒数第四行又写了一个总战蛇 那总战胖大是不是都应该所体真大呢 看这个意义 那这有什么区别 是吧 他形容为两个 意思这个真大都是真大 真大的情况还有一点不同 一个是胖大 一个是总战 就是大的这个怎么区别一下 是吧 看一看 我们休息下一会儿再讨论